大家好我是贝倩妮 欢迎来到今天的百事大看点 更多更新的独家视频 上百事TVAPP关注只有独家 今天的独家视频 我们一起来关注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超越》 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挺相似的 在《超越》当中呢 胡军饰演的陈敬业 既是严师也是虎霸 而误打误撞接下这个剧的胡军也坦言 陈敬业这个角色确实不好演 执着固执暖 国家广电总局 冬奥题材重点电视剧项目《超越》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 在该剧中 胡军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前黑龙江短道速滑队队员 现黑龙江短道速滑队总教练陈敬业 项目也不错 保持住啊 大家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来一做 不光是调查和研究 自己还上兵 我从来 我其实对于滑冰我是零基础 所以说我想 一是想去体验一下 那个兵上是怎么回事 运动员是怎么回事 然后教练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就自己私底下 然后教练一块我在学习滑冰 除了教练的身份 胡军饰演的陈敬业 还是李庚熙饰演的陈敬的爸爸 一开始其实在这个人物当中 这个陈敬业是不主张 甚至是坚决反对这个陈敬去做这项运动的 因为他认为陈敬没有天赋 其实也是通过自身的这种经历 这种苦难的经历可以说是 一直想得奖牌 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运动天分不如别人 再怎么努力 也只能到头了 就到那个顶了 你说我们这代人啊 那时候咱们是某族的劲儿想拉金牌 没有勤奋 没有运气 你走不到最后 昨日也是出于对于陈敬的一份爱 所以他会坚决的反对 冷酷的拒绝 我宁愿带别的孩子 我也不带自己的孩子 这对陈敬从幼小的时候开始 就心里有一种阴影就在这里面了 电视剧《超越》讲述了短道速滑小将陈敬 凭借不灭的热爱和强大的意志 从初创青岛队的队员 蜕变成长为国家队运动员 最终站上了冬奥会赛场上的励志故事 10分钟之后 冰场集合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过想干的事 除了滑冰 而胡军饰演的父亲 对女儿加入短道速滑这个运动项目 一开始是不支持甚至反对 后来全力支持 胡军坦言 这两种态度都体现了陈敬业这位父亲的暖 有很大区别的对于孩子的那种爱 担心 不愿让他成为 不愿让他成为现在的自己 那种用心良苦 虽然面子上就表面上非常的 比如说比较冷 但其实他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暖的一个教练 而生活中也已经是父亲身份的胡军坦言 这个角色中有自己真实的影子 也有相当大的反差 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挺相似的 我会经常用我作为 因为我也是个父亲嘛 有儿子有女儿 特别是有对女儿那种疼爱啊 当然没有像陈敬业这个陈教练这么严厉了 那倒没有 但对这份疼爱 对女儿的那份 我觉得还是有借鉴的 那个你们队在哪吃饭啊 带我去看看 我不能走 我答应我教练要把这都打扫干净了 不同的地方我不固执 其实陈敬业这个人物他非常的固执 因为热爱而去执着 因为执着而特别固执 陈敏不能留在你这 他呢现在是我的视讯队员 他能不能留下成绩说了算 我是他爸 能不能留 我说了算 国家广电总局冬奥题材 终点电视剧项目超越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 让我们在追剧的同时 一起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吧 当在拍摄整个这部电视剧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觉得 真的作为一个运动员 是多么的不容易 希望咱们冬奥健儿 能够在冰雪世界取得良好的成绩 记者陈湘芸天气报道